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一个外国的新闻 讲到如何在圣经里面对抗淫荡的想法 这个内容是来自一个前色情明星的建议 给大家看 这个内容是来自一个外国的新闻网站 就是Christian News 发布的日期是2022年的11月7日 我说说今天 我们今天是5783年的2月18日 而现在录影的时间就是2022年的11月11日 一般称今天就叫做光棍节 所以对一些单身的人 可能这些题目就会比较关注 对不对 这里讲到如何来对抗淫乱的想法 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中文 就这样一个翻译 变成这样 所以就是来自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叫做Mora 那么我就会放大他 变成这样 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分别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前色情的 叫什么 色情明星 他在YouTube上 就有说到他的见证 那么我就放下了他的访问 和YouTube的连续都在下面 那么所以其实这一段的 新闻的内容 其实都是引述他自己 YouTube里面的影片 how to stop thinking 这个的淫乱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读一读 这个的新闻内容 那么这里呢 就写11月2日 那么这里呢 就读它 看是否还可以放大 就是这个 好 开始了 如果基督徒和淫荡的想法做斗争 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前色情明星Mora呢 就是分享了他 离开色情行业之后 处理情欲的经验当中的一些建议 那么他就说了 我在色情行业里面工作了七年了 那么这个人呢 就叫Mora呢 就是一段 就是一段 名为如何停止色欲思考的视频 刚才我已经share了我的YouTube channel 他的影片了 那么他就说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与神发生了一个彻底的相遇 我的整个生活开始改变 我开始去教会 但是呢 我仍然都和这个色情的想法呢 进行内心的斗争 那么中间呢 有一个相关的新闻的 就叫做 基督徒如何处理性梦的 那么我们之后有影片再讲 那么我们今天呢 今节影片还是讲这个Mora的 那么这个Mora就说 尋求上帝 是当务至急 Mora和她的丈夫 创立了叫做 Love Always Ministry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帮助人 通过发现神的爱 并且通过纯结 过一个德性的生活 来实现他们的使命 的一个非牟利组织 那么非盈利组织啊 那么除了提供她其他资源之外 他们还会主持了这个 叫做 Let Talk Pretty的blog 那么这里下面呢 有一个链的broadcast 就是 Love Always Ministry的里面的 那么按下去就去到的了 我试试按下去吧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版面 那么就是她两夫妻呢 就是做这个 Love Always Ministry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么继续去啦 那么Mora就分享说 欲望不再好似过去 那样控制着她 基本她在作为 色情明星的时候 拍了几百个成人的场景 但是她现在呢 也都不再去说了 她就说了 如果她 如果我想考虑她 我不得不阻 坐下来呢 真正选择考虑她 她就说了 我不再这样想了 因为治愈了我的灵魂 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呢 她恢复了我心灵的 纯真和纯结 那么这个是Google翻译 所以翻译里面呢 我都是尽量呢 讲得好一点 讲好一点 那么Mora呢 也都继续讲的 我想教你 我是怎样克服这些想法的 因为我相信 拥有一伙纯结的心 神是会恢复你 思想的神来的 当我们 将我们的生命 献给他 并且将他交给神的时候 神就会让你的心 恢复纯真和纯结 那么Mora就说呢 刚刚开始上教会的时候 就爱上了神的同在 甚至在家里也想去体验他 于是他就开始 每天上班之前 就敬拜神的 首先他会唱一首 赞美歌来敬拜他 之后他就会 祈祷 并且看 和读他的圣经 那么参考诗篇 第22篇 第3节 Mora就说 当你开始 用歌声去赞美神的时候 就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了 他开始唱歌之后 他就会体验到神的同在 并且在祷告当中 去回应他 然后他会去读圣经 并且用祈祷 来回应他所读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诗篇22篇第三节 我们应该看中文的 好 现在就搜寻 好了 那我们就看到 这个 诗篇 第22篇 直接打开 诗篇第22篇 他就读到第三节 我也读一段 这里就说到大卫 遇到极苦的时候 祈祷 这里就说到大卫的诗 这次交与灵掌 调用潮鹿 开始讲了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何离弃我 为何远离不够我 不听我的埃亨的言语 我的神 我的神 我八日呼求 你不应允 夜间呼求 并不住声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寶座的 继续 我的祖宗倚靠你 他们倚靠你 你就解构他们 他们哀求你 就蒙解构 他们倚靠你 就不羞愧 但我是虫 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了事 凡看见我的都嘲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 说 他将自己交托耶和 耶和说可以救他 耶和说既喜悦他 可以答救他 不要紧要 我们读到这里 上面这里 其实也看到 就是一个 极痛苦的时候的祈祷 我们就回去 看看这个内容 所以其实 其实他在说 也反映他的内心 有这种挣扎 有这种痛苦的感觉 继续读下去 这里说 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他就会给我 我 神对我的生活 关于我自己 和我的处境的想法 所以 突然间我的大脑 正在重新连接 这个是世在必行的 如果你想克服人当的想法 尋求神 就是当务至急 继续看下去 那么 Mora也都经常禁食 那么他就说 禁食的作用就是 你开始否认 你的肉体 你开始成长你的精神 并不是禁食会感动神 而是禁食会让到你 更加走去接近神 那么Mora的禁食是怎样的呢 那么他会尽量就远离社交媒体 那么做不同版本的 这个的Daniel Fast 那么有一次 他连续十天只吃蔬菜 还有一次 他只是饮液体 不吃早餐和零食 那么他就鼓励观众 做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那么并且指出 由于他过去有吸毒的经历 禁食对他的健康 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他不得不完全停止禁食 那么耶稣说呢 是要打破某些的形类的 而需要祈祷和禁食 那么Mora就说 禁食可能是一个人 打破欲望模式的必要条件 无论是与人睡觉 还是看色情片 那么跟着呢 Mora就继续说 那些与欲望做斗争的人 需要放下思想 那么根据 歌临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里面说 我们拆卫一切 反对认识神的论具和致命 并且俘虏一切思想 令到他顺服基督 那么我们看回中文圣经 那么这里讲到 就是我们争者的兵器 并不是属于血气的 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就可以攻破坚固的形类 就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 一概公布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背 令到他都信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等你们十分信服的时候 要责备那些一切不信服的人 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的内容 我们继续看 那Mora就说 如果不花时间与神在一起 就不可能放下思想 他鼓励人就要向神祈祷 求智慧 判断他们的想法是来自神 而他们自己 判断他们的想法 有三个 一个就是来自神 或者来自他们自己 或者来自撒旦 所以有必要 要花时间去阅读圣经 用来了解一个想法 是不是来自神的 那Mora就说 如果有一个想法 是让人心烦意乱的话 并且没有圣经的支持 就应该劈了他 但是放弃一个想法 是什么意思呢 那Mora就说 当他有一个淫荡的想法的时候 如果需要的话 他就会从吸引他注意力的人的身上 移开视线 我会说 我奉耶稣的名 斥责这些想法 我不会再这样想了 然后他就会遵循 肥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 他就说要思考 凡是真实的 凡是高尚的 凡是正确的 凡是纯洁的 凡是可爱的 凡是可敬的 优秀 或值得称赞的 我们来看肥立比书第四章 第四章去到第九章 口气读完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阳的心 主已经近了 应当一无掛去 只要凡是值着 讨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话给神听 神所切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面 保守你们的心华意念 跟着刚才所引用的就是第八章 等于门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果有什么德行 若果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纪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做 似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 肥立比书第四章 那Mora就说 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会说 感谢神 你更生了我的思想 感谢神赐给我有自由 感谢神赐予了你权命 和战胜的人 感谢神 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感谢神 我不从事色情事业 感谢神让我戒毒 感谢神 你正在治愈我的灵魂 你正在恢复我的生命 当他结束他的视频的时候 那时候 Mora就告诉观众 他们可能不会 立刻看到他们 努力的结果 但是他们不应该 就这样放弃 比如说 他过去常常觉得 圣经很混乱 但他一直读 最终 神通过圣经就和他说话 我们继续看下去 人还应该预料到 当他们开始 与自己淫荡的思想斗争的时候 其实撒旦也会在他们身上做事 Mora就鼓励观众 要继续谴责他们的想法 并且要去赞美神 因为只要他们这样坚持下去 他们的大佬就会重新连接起来 并且当你继续去抵抗魔鬼的时候 正如James所说 他就会逃离你了 雅各书 Mora就说 做任何你需要做的事情 来到接近神 他就说 当你更加接近神的时候 我向你保证 他会在你生活当中做任何事 这个的新闻就来到这个位 我把新闻放在这里 中间有一个就是Ghetto 如何处理性梦 我们之后再说 这个 接下来就是Danger of Pond 在YouTube里面 叫做Day Star的频道里面 有这个访问 而最后也有刚才 这个Mora 他的影片 就是How To Stop Thinking Lusty Fully 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就是11月11日 坊间就称之为光棍节 有些单身的人对这些东西很敏感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节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先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 就订阅留言 在我们的Facebook Channel 和YouTube Facebook专门 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李念仔 教到牧养宣教 来到荣耀神光明 那里 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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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